女師身份 葉金檢驗確定一案 那本署發布新聞如下 那本署檢察官羅美秀偵辦104年6月24日 在新城鄉少博島西辦發現儀式黃桂芳屍體 以及另一名無頭無名女師 以及在6月29日在同一地點 譚迪、詢貨之無名思頭爐一案 讓zar金檢察官項艷、解剖、屍體、栽執DNA檢體 送法務部・法醫研究局 於人類SDR RNA型別鑑定法 人類立鑑體DNA鑑定法 累積指指巡指之手足指數演算法鑑定結果 以上所採的三項人類DNA檢體 以黄桂香、黄桂英、手采DNA检体比例结果均相符 综合上述STRDNA及立腺体DNA检定结果 怀疑严与所研判 疑似黄桂香、黄桂英之间 很可能存在有二氢等血缘关系 因此即可确认该实体确为黄桂香无误 只因为检察官依据现损的证据了解 尚没有发现有何他为的激震 但是检察官仍需要旧死者的生前的交往情形 以及生活细节深入调查 或可以确认真正的死因